非常謝謝惠先 再次提醒大家做好防臺措施 當然看完天災 我們來看人禍 就是戰爭的部分 黎巴嫩南部 這個月二十六號 一陣天遙地洞 因為以色列一口氣出動了四百噸的炸藥 轟炸真竹黨的地道 這條地道大約是兩公里長 存放包括了AK四十七步槍 炸藥還有火箭發射器 這等於是真竹黨的地下軍火庫 而這麼一炸 還觸發了地震警報 同一時間真竹黨也宣布 他們的新領袖已經出爐 一聲爆炸 炸出巨大煙團 以色列軍方公布戰果 在黎巴嫩南部卡法基拉地區 再搜出真竹黨地道 建設完整 有房間浴室廚房 還繳獲大量AK四七步槍 火藥等軍武設備 以色列參謀長代看真主黨地下軍火庫 藉此大酸聯合國 在此之前 以軍跟亞拉姆部隊聯合行動 使用四百噸炸藥摧毀 真主黨打造十五年長約兩公里的地下軍武儲藏庫 爆炸威力大到觸發近五百次地震警報 現在真主黨領袖與幾位人選陸續被炸死後 真主黨宣布七十一歲的二把手卡西姆 接任真主黨領袖職位 卡西姆是真主黨老兵 也是創黨元老 從1991年開始出任副手 他長期接受外媒訪問 擔任對外發言的角色 以色列又空襲 黎巴嫩南部沿海古城泰爾 一段大樓被襲擊後 變成焦黑廢墟 至少造成七人死亡 令當地人非常憤怒 當然真主黨也不打算示弱 朝以色列發射一百多枚火箭彈 但幾乎被鐵穹防空系統攔截 以離邊境烽火連天 以軍還讓戰線往南沿 再度襲擊北加薩 賈巴利亞的一間醫院遭到重創 CNN指出最近幾週數百人被殺 醫院被破壞 看到數十名醫護人員被拘留 還有患者喪命 聯合國擔心北加薩的人道情況是災難性的 但是此時以色列國會通過法案 禁止聯合國近東救濟工程處 也就是聯合國專送巴勒坦物資的專責機構 在以色列境內活動 指控該組織被哈馬斯滲透 以色列的禁令讓聯合國近東救濟工程處翻批抹黑 更深化了巴勒坦的苦難 連最有力的盟友美國都不贊成 因為在加薩的難民不僅流離失所 缺水 缺食物 還缺入冬衣物 現在埃及提出加薩暫時停火兩天 交換人質 談判將展開 但專家不看好 以哈衝突 擴及以利互空 以色列態度強勢 總理納坦雅胡稱 希望戰後跟更多阿拉伯國家達成和平協議 只是目前烽火遍地 阿拉伯國家該如何同意 TV新聞綜合報導 烽火連天的還有烏二戰場 俄羅斯針對烏克蘭第二大臣哈爾科夫 也發動新一波的攻勢 造成十九個人受傷 而中部城市克利福洛 還有民宅被擊中 無辜民眾不幸的喪命 這一次哈爾科夫被擊中的叫做國家工業大樓 這是當地相當有名的地標 有上百年歷史 也是蘇聯時期的第一座摩天大樓 俄羅斯偵察兵東張西望 本以為又是西線無戰式的一天 一輛剛經過的俄軍軍車 突然被烏軍的無人機炸毀 距離只有幾公尺 另外一段影片中 俄軍士兵踏入焦黑的森林 腳軟不敢再前進 俄軍是有多怕死 看看這輛被烏軍繳獲的T90主力戰車就知道 T90坦克把自己關在鳥籠裡 加裝鐵網是為了防止烏軍的無人機 攻擊最脆弱的炮塔 被烏軍戲稱是烤肉架坦克 這輛坦克還堪佑 烏軍乾脆開著戰利品上路兜風 不過戰況告急的烏克蘭並沒有輕敵的本錢 熊蟲大火吞噬公寓大樓 澤倫斯街老家克利弗洛遭到俄軍的飛彈襲擊 至少一死十四傷 同一天更靠近前線的第二大臣哈爾科夫 也遭到俄軍的空襲 救難人員爬進被毀的公寓搜救 俄軍的目標還有知名古蹟 十三層樓高的國家工業大樓 一九二八年落成時 還是蘇聯的第一高摩天大樓 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預備名單 沒有想到俄軍亂炸古蹟 還意味幫烏克蘭去蘇聯化 俄軍發狂起來可是六親不認 就連庫斯克佔領區 自己的法定領土也照樣開炮狂轟 烏軍還得幫忙撤離俄羅斯居民 俄軍為了奪回庫斯克的佔領區空中 有蘇凱二十五戰鬥機支援地面作戰 俄軍還展示了無人機猎殺 美國制M113裝甲車 這麼優秀為何還需要北韓來派兵支援呢 本來上週美國研判北韓頂多 就是派3000人 現在數量爆增 五角大廈預告多達一萬名北韓兵支援 俄國 洪長官,國長官1차장을 단장으로 하는 우리 대표단은 NATO的北韓軍配置が 預計較快的 詳細說明 北約證實北韓部隊即將部署在 庫斯克戰線 不過烏克蘭說目前還沒有 在前線看到北韓士兵 就這麼巧 北韓的外交部長崔善基 二十八號起程去莫斯科訪問 金正恩跟普京的軍事結盟越深 南韓就越擔憂 南華早報還報導 南韓有可能會有樣學樣 有打算派出兩百名的脫北者 到烏克蘭去 不過是利用語言優勢 心戰喊話來擾亂對面的北韓士氣 美國總統拜登也警告 北韓參戰會讓戰況發展更加危險 五角大廈還表示 如果北韓部隊真的上了前線 美國就不會對烏克蘭使用美國武器 設立新的限制 那舊的限制呢 會不會放寬烏克蘭打擊俄國本土 美國還是沒有把話說死 體會全聰明報導